北京时间11月13日,排超联赛激战震撼,中国女排的队员们正在参加本赛季的联赛,当然像朱婷、丁霞等球员也都在海外联赛打球。 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女排也肩负着中国三大球的使命。 中国女排需要通过未来一段时间的快速提升,每一个队员保持好联赛中的良好状态,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上演王者归来。 一扫此前东京奥运会上的失利阴霾。 当然,按照中国女排现在的人员配置来看,其实我们想要在巴黎奥运会上打出一个特别出色的成绩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需要对于中国女排拥有信心。 虽然球队的阵容不够齐整,但是只要朱婷能够在奥运会之前回归,中国女排还是可以打出世界级的表现,毕竟李盈盈看上去是独目难知。 而且中国女排进攻单一,李盈盈容易遭到对手防守球员针对性不防,所以说比较不利。 但是后期一旦朱婷保持了世界级的状态回归之后,我们场上有朱婷和李盈盈两个攻击点,届时对手的防守就很难去兼顾。 中国女排就可以很好的击碎对手的防线,让对手顾此失彼,从而让中国女排打出更有侵略性的进攻。 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朱婷需要回归巅峰状态,需要朱婷保持世界一流主攻的水平。 这也是中国女排回归巅峰,在巴黎奥运会上争贯的前提条件。 本赛季,朱婷逐渐摆脱了手腕的伤情影响,目前也正处于一个快速的提升期。 朱婷的竞技状态非常不错,也在联赛中打出了非常高的水平,朱婷正在一点一点兑现诺言,她要重新回归到职业生涯的巅峰。 这无疑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喜讯,而根据意大利联赛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新赛季朱婷截止到一甲联赛的第七轮。 朱婷的成功率和效率均排在整个一甲联赛全部主攻球员的第一名,而效率更是排在所有边攻的第一名。 所以看出,朱婷目前的状态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了,朱婷渐入佳境的状态已经逐渐释放出来,伴随着朱婷更好的打出比赛张力,伴随着朱婷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也意味着那个王者朱婷又回来了,只要朱婷能够在巅峰状态上持续一段时间,能够联手李莹莹率领中国女排站上巴黎奥运会舞台的话, 中国女排在蔡冰的带领下回归巅峰站上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就指日可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